你好,欢迎收听语慕观后感,我是语慕 今天来分享一篇电影的观后感 Things We Lost in the Fire 2007年的电影 往事如烟 这是一部剧情片 描述夫妻结婚11年 有两个小孩 爸爸的小学同学染上毒瘾 花了不少时间帮助这位小学就认识的老朋友 恢复健康 妈妈觉得烂泥扶不上墙 没有救了 不太高兴爸爸老是热脸贴冷屁股 除此之外 一家四口是幸福美满 某天 爸爸因为热心帮助路人 反被路人打死 连带打垮整个家 妈妈意识到过去有些小误会 王夫的老友 也就是爸爸之前那个小学同学 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烂 于是就把家里面曾经失火 曾经受过注容之载的车库 稍微整理一下 改成一个小套房 给对方温暖 稍微赞助一下 也给自己机会 探索回忆的余境 那位老朋友 从小学就跟爸爸认识的 也在这样的照顾之下 逐渐的远离毒品 他很清楚自己永远不可能取代谁 只是认识太多年 特别熟悉过世的爸爸 有哪些小习惯 因为老朋友 在孩子们心中起了一些替代效果 而这种意外发生在错的时间 结痂的伤口又开始剩血 The Things We Lost in the Fire 这片子Susanne Beer导演 Holly Berry Benicio Deltello领弦主演 片子传达的东西有点隐晦 口气也比较压抑 甚至有可能出现理解障碍 讲的比较自然飘逸一点 他讲压抑又自然飘逸 其实他就是讲他想讲的东西 非常的含蓄 含蓄到有点不太清楚 他真正想要讲什么 但是不要紧 继续讲下去 两位主演就像障碍救星 表现得非常好 所谓疗伤的过程 疗愈的过程 就是透过这个故事来告诉我们 是一个沉重的片子 特别介绍一下 这个片子在当年的预告片 预告片的节奏那个版本 还让不少人以为 它是一个温馨的励志片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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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它不是 它是一个深层的剧情片 电影资讯 Things we lost in a fire 往事如烟 或者直翻 遗失在火中的记忆 都是指同一部电影 第二个部分 第二个阶段 一如往常写下一些随笔 语目观后感 看这个片 让我想到哪些东西 带给我什么样的感触 在开始之前 我觉得先跟大家抱歉一下 跟听众朋友抱歉一下 因为现在的季节 已经来到7月 现在录音的时间是2020年的7月 相当的炎热 那我守在的环境也是相当的严峻 几乎所有东西放在那边 都会自动融化 那就可能会听到一些电风扇的声音 还请听到朋友多包涵一下 好的 想起这部片 就是2020年的讲一个 2007年13年前的电影 纯属巧合 人生就是巧合 一连串的巧合 故事在我脑海里面 它一直都缺一块拼图 所谓往事如烟 遗失在火中的记忆 这些名称 对应故事内容 好像有问题 又好像没问题 比如说 things we lost in the fire 遗失在火中的记忆 OK啊 就这意思 要说到往事如烟 可能是跟故事在讲什么有关系 但是心里面觉得 好像没问题 可是又有那么一些疑虑 我不懂原文片名 到底代表什么意思 然后这个片子 就像是车窗外的风景一样 离我越来越远 13年后 对 我知道这样讲有点 有点drama queen 这个就是13年后的现在 确实就是隔了这么久 跟朋友聊天的时候 聊到一些有关结婚的民俗习惯 完全不相关 像米塞啊 黑伞啊 丢扇子啊 跨火盆 踩瓦片等等 突然聊一聊 我就想到这个电影了 好像 就在这聊天之间 明白了一些东西 things we lost in the fire Susanne Beer 导演 如果记忆可靠 她是北欧导演 丹麦之类的 应该是啊 这个没有不敬了 记忆力太差 北欧的导演就对 这个我肯定 这些年来我对她的片子 印象特别的深刻 第一个就是想到婚礼之后 after the wedding 这样说好了 描绘女性人物或者是男性人物 特别细腻的 这种大有人在吗 但是 两面都坚固的 两性描述都相当细腻的 这个恐怕一百年之初三个之类的 相当硕果仅存 而Beard就是其中一个好手 高手 换个角度看 婚礼之后那部片 后来拍了美国版 电影市场就是这么回事 普普通通的故事 绝对没有人在碰 必须好到极点 或者是烂到透顶 能够重拍的剧本 通通就是往往都是极端的 极端的就会再拿来重拍 拿来翻拍 拿来做美国版之类的 重拍的结果怎么样 重拍的版本 美国版的婚礼之后怎么样 那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说 Beard他做的故事 他做的片子 相当有水准 另外 Beard他也拍过一个 相当知名的电视剧 叫夜班经理 文系武系一次满足 是一个谍报的故事 来自John Le Gahre的原著小说 相当精彩 年轻影迷可能是比较熟悉他的作品 在Netflix上面有蒙上你的眼 Bird Box 或者说2020年在HBO即将登场的Unduin 也是Beard制作的拍摄的电影 我想应该是想要看他的片子 蛮容易找得到的 也是知名导演 回到这部片 2007年 时间点对应Beard导演他初期的发展 那个时候他差不多刚开始 跟美国的电影公司合作 他来自北欧 我猜这个片子推出来的时候 票房应该是很惨的 典型的那种叫好不叫做 忠于自我 或者说孝敬观众 确实很难两全其美 所谓自古忠孝难两全 老外也是不例外的 但是我相信特定观众看的 看的这个电影还是会很满足的 在我眼里 这部片生动的描绘疗伤的过程 而这个东西在Instagram上面是看不到的 在IG上面是不会出现疗伤的过程 但我们勇敢的面对自己 或者说看一部所谓很沉闷的那种电影 就会感受到疗伤的过程 其实是很有生命力的 来回想一下这部电影的内容 杰瑞这个人物 就是Benicio Del Toro 在里面饰演的人物 杰瑞 我在他身上看见一种敏感 程度太强了 那个敏感的程度很强 所以日子过得头晕目眩 我以前以为 这是一种天赋 天生的 后来慢慢觉得 这是一种诅咒 也是天生的 但是负面的 界线比头发还细 到底是天赋还是诅咒 实在很难区分 那是细心还是多疑 犯差忌 也是很难区分 需要长时间的适应才会有结果 显然 片子里面的杰瑞 适应不良 他吸毒 他有毒瘾 我相信那是选择 非常不健康的方式来降民 麻痹自己 但是没有到厌世 你知道的 没有到厌世 这种情况他还来不及厌世 世界想先唾弃他 如果问他 为什么要走上那条路 只会听到一些 言辞闪烁 痞痞的 非常 Benicio Del Toro 那种回答方式 他就被生活逼的别无选择 就不用再问了 谁谁 大家都过得不容易 这之类的 话说回来 这里就出现一种 莫比乌斯环 不是自己选择的行差踏错 而是生活逼到自己别无选择 而其实别无选择本身就是一种选择 于是又回到自己选择上 类似这样 反复的循环在里面兜圈 放弃往前走 就不会发现自己在绕圈 而他用爬的也要往前爬 所以在这里我可以体会 为什么木得探员 我指的是David Duchovny 以前X长案非常有名的木得探员 他也有演这部片 为什么他会在这里 帮助小学同学 一直吸毒 生活非常的萎靡 但是老朋友还是不离不弃 一直愿意帮助他 我开始可以体会 为什么他要这么做 话说回来 人生就是一连串的死亡与重生 类似股票走势图 杰瑞他就处在底部整理 那问他什么时候打底完成 谷底翻扬 突破颈线正式转强 如果这种东西 人生这回事是可以问到答案的话 那么满街都是股神 杰瑞他自己也不晓得 可能偶尔还会出现创新低 又再破底再破底 就算是假跌破 我相信有信心抱这档股票的人 就像他的老朋友 一样是胆战心惊 所以陪伴长期低潮的朋友 只能在自己心里面相信 路长情更长 其余的谁也无法先知道 但是呢 杰瑞在他的人生谷底 谷底人生 有一个心法是很棒的 尽量往好的方面想 那就像他说的 Accept the good 故事里面另外一个人物 也就是女主角 Audrey 奥黛利 Hallibarion 的女主角 这个人物给我的感触 比较复杂 比较复杂 显然他是故事主角 也是一个以女生为主的故事 这条故事主线描述一位新鲜寡妇 猜先生过世不久 先生是死于非命 全家一夜破碎 想必没有人想要当他这样的新鲜人 那事情就发生了 在这里我想我反过来说好了 想象一下一对夫妻 天天老婆叫老公 不要赌钱了 不要赌博了 每天都在说别人了 那结果 这个老公就赌到家破人亡 我是瞎了眼才会嫁给他这种人 像这样的桥段 像这样的对白 有点老派 但是很好理解 那这样的老派的 这种老掉牙的情节 我想也不用拿来拍电影 连络人的群组里面滑一滑 就可以看到这样的小故事了 相反的 奥黛利的老公 他的坏习惯是什么呢 热心助人 婚姻的锅盖边缘 在冒泡的 冒泡泡的 通常不是大是大非的东西 而是轻重缓急 在这里好人做到烂好人 甚至做到连命都没了 那种滋味就像老前辈说的 如果真的可以找到东西生气 一切就很简单了 在这里好想安 不是你的房子 要有点飞 我去做了 就能一切 要是一个小区 在这里好想的 都不想的 你能够帮到 那种小区 你不想的 好想的 你能够帮到 我感到的 好想的 那种小区 我感到的 再来 奥黛利疗伤的过程 给我非常强的刺激 某个平行宇宙里 也许他们可以慢慢相处 也就是说 这个先生过世之后 那先生的老朋友 有毒瘾的杰瑞 就被某种程度被接纳了 来住到奥黛利他们家 那这个新的组合 新的生活 我相信在某个平行宇宙里 他们是可以好好相处的 比方说 孩子们不会再那么讨厌叔叔 比较每天越来越熟 越来越觉得叔叔 其实怎么怎么 就发现一些好的地方 而叔叔也知道分寸 很友善 没有说要取代爸爸的位置 他知道自己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慢慢慢慢慢慢 一起走过加变 或是一起走过 自己心里面的障碍之类的 但不用重组家庭 在这样的 该怎么说 同期生活 在这样的情况下 也是可以慢慢恢复的 倒不用重组家庭 那重组家庭 那重组家庭 太Disney World了 我自以为这样想 就已经有把现实考量进来了 结果故事描述了 更残酷的现实 也就是像奥黛利说的 孩子们成长得点点滴滴 本来应该是孩子的爸爸 亲生爸爸陪在身边 陪在身旁 怎么会是你在这里 看到我的小孩 不会怕水 看到我的孩子喜怒哀乐 应该是他们的亲生爸爸 在这边见证他们的成长 怎么会是你在这里呢 现在看得出来 怎么可以会是你那种 那种抗拒 那种生气 甚至那种还没有走出来 我才意识到 杰瑞有杰瑞的疗伤 而奥黛利的疗伤 是需要更长的时间 没有服务 没有救生圈 没有值得相信的东西 只能等自己觉悟 就在那边漂浮 漂浮 漂流 其实我觉得自己 有点埋太深了 因为前面提到13年后 我好像明白了他的觉悟 那这边还是一直在讲 他非常的沉痛 沉痛再沉痛 觉悟 我明白了他什么觉悟 这个念想需要提一下剧情 容果在这边剧透一下 13年前的旧片 几年前 奥黛利他们家的车库失火了 那就是稍微善后一下 空着就放在那边 没有再当车库 就空在那里 奥黛利很在乎一些珍贵的东西 你知道有 这我不知道 在台湾比较不一定 美国你知道就是有很多 电影里面看到了 就是一个房子旁边还有一个车库 那这个车库往往会建一些仓库 放一些手工具或是杂物之类的 那这个女主角奥黛利他很在乎一些家庭成长 一些珍贵的东西 记忆啊 小物啊 这些哦 也因为那一场火灾被烧掉了 他很难过 觉得很可惜 可是他的老公就觉得东西只是东西啊 全家平安在一起 这是最重要的 换句话说 包容老公这个烂好人的个性 这件事也算是其中之一啊 因为老公觉得那些东西只是东西嘛 但是这就有价值观上的出入嘛 所以在老公过世之后啊 奥黛利无意之间 不经意的发现一张清单 一张纸上面列了一个东西啊 一个一个东西 坦白说他们家东西超级多啊 要看片子就知道 大小东西杂物什么非常多 小孩我记得有三个吧 这东西自然是非常多的啦 奥黛利就发现一个 这从来没有在家里面看过 这个东西怎么会在我们家 我从来不晓得 但是东西这么多 有这种感觉是很正常的 在家里面从来没有看过这个东西 而那一张清单 是老公的笔记 逐一写下火灾的时候 烧掉哪些东西 于是奥黛利看那个清单就有 啊原来如此啊 那就说了这个片名 things we lost in a fire 要说这个故事代表往事如烟 或者说遗失在火中的记忆 好像有问题了 好像没问题了 当我和朋友聊到结婚习俗啊 刚刚有提到一些其中一个跨火盆啊 突然闪现一念 跨越火盆类似经历一场火之洗礼啊 昨日已死了 今日新生了 习俗哪些东西被烧掉了 甚至念念不忘 但是之前之后确实不一样了 确实回不去了 可叹啊 觉悟总爱捉弄人啊 不管再怎么努力 只会再无意间看到一些 触发了一些 明白了一些 这个片名带给我的感触 things we lost in a fire 他们家经历了一场火灾 那当然这个火灾跟老公过世 不是同时间发生的 但是它有一个寓意 之前之后确实不一样了 我们能够跨越这个火盆 但是有些东西也确实在过去 烧掉了 它不会再出现了 我们也回不去了 就是这个之前之后的不一样 整个故事啊 来到这里 算是怎么讲啊 看懂了 13年啊 相当有感触 就是很意外的 没有说特别去找出来翻出来 想到聊天聊这个结婚习俗 原来那时候 他应该是在讲这个意思 有时候人就是这样 有时候我就这样 有点畜类旁通的味道 整个故事来到尾声 用一个梦收尾 杰瑞他做了一个奇特的梦 内容我在这边跟你分享 他是这么说的 我常常做同一个梦 每次梦的开始 都是我偷了银器 那找熟人换现金 再去老地方找药头买粉 结果我找不到人 换了几个地方还是没人 好像整座城市 把我逼到绝境 逼到死角 有那个不好的预感 我整个人很慌 我开始跑 逃啊 下雨了 天越来越黑 我跑回老公寓翻箱倒柜 有没有之前没有用完的粉 觉得自己抖得很厉害 结果在公事包里面 找到一个气球 我就站在那边 一手拿着废物 另外一手抓着要买粉的钞票 那看这个气球 整个人非常的平静 然后我就醒了 这该怎么说呢 这个梦我印象非常深刻 因为它很有艺术感 只是没有办法用逻辑思维去拆解的 就是说逻辑可以解梦的话 那真的会解梦的人都失业了 所以它是一个感觉 它是一个整体来看的东西 不太需要用大脑去分析它 一路这样听下来感受下来 发现它有一些东西在里面 生活就像气候 有所谓的四季轮替 却未必四季分明 尤其是现代化生活 酷寒暴热狂降雨 随时的可能乱了套 有的人相信人类超强 科技到时候就会解决所有问题 我想是吧 应该可以吧 只不过 时候还没有到之前 我们都必须承受变迁 意外 各种不习惯 可能像杰瑞就这样自我放逐了 或者像奥带利每天照三餐的崩溃 但是呢 这个梦包含了乌云 还有旁边的银线 混乱荒谬屋里头 然后尽量往好的地方想 逆来顺手 乱来也顺手 上天就会还你该有的平静 好的 介绍到这边分享到这边 Things we lost in the fire 2007年的片子 往事如烟 我个人相信 可能要到图书馆的戒 有可能戒得到 这也有点时间了 看要看的话 讲一点缘分 但没有关系 但这边我觉得 虽然是我个人的感触 但某种程度上 我也交代了 分享了一些 这个片大概在说什么 相信 多少应该有带给你一些东西吧 好的 文章就在网站上 欢迎浏览 也欢迎上网搜寻 虞目观后感 虞目散文故事 两个都可以搜寻得到 今天先到这里 谢谢